我们现在在讲启示录 就是说 马拉纳萨主要再来 那今天这三节圣经说 主怎么再来 他是用什么方法来 那中文叫做 驾云降临 英文是coming with clouds 但中文说驾的时候 你会觉得应该是coming on clouds 对不对 可是即使那个希腊文是with 所以with是跟云一起来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呢 这个马拉纳萨是主要再来 他有一个马拉纳萨音乐 这个音乐很特别是 那个Costa Mesa一个教会开始 那这个教会是Carrie Chapel 现在在全世界变成一个运动 这个Carrie Chapel呢 是在西匹的时代 1965年的时候 有一个牧师叫Chuck Smith 这个Chuck Smith呢 当时的教会对于西匹是不太能接受 第一个头发不剪 第二个不洗澡 第三个衣服穿得乱七八糟 不穿皮鞋 然后就慌张慌张就要来礼拜 大家都给他们不好的脸色看 可是在西匹的当中有很多人想要新耶稣 可是找不到教会 然后这个Chuck Smith说 我欢迎你们到我的教会来 所以他是第一个张开双手 欢迎西匹进来的 西匹里面有很多艺术家 你知道吗 他们什么都不做 他们在那边写他们的歌 可是用的乐器就是很奇怪 不是钢琴 不是什么管风琴 是他们的什么一个Gita 一个什么一句雷雷雷 随便一个咯咯咯咯咯咯就唱了 那教会就是上圣诗唱那个不对 那这个牧师很好 就把那些乐手集合起来 就成为这个马拉撒音乐 就把他们音乐就写来赞美神 那这个歌现在被很多教会唱 早期是西匹他们开始 你知道他开始那个教会快要关掉 是六十五个人的教会 你知道现在多少人呢 是二十五个人 现在是两万五千个人在做礼拜 从六零年代到现在 他还在那边 然后赞懂他的想法的人 现在全世界有一千三百间教会 说我是Cavery Chapel 他们的可以说主题曲 他们开始主要在来 这是他们很重要的 这个马拉撒有一首歌 我们一起来听 他们是这样唱的 基督的再临 我们刚才念的圣经只有三节 他第一句话讲说 他驾云降临 那我就想到是孙悟空 他应该是驾金斗云 骑这样 跑很快这样 是吗 你去查希腊文 那个字没有在云上面的意思 刚才我讲过 他是用meta 其实 他的希腊文是elkomai elkomai是来 也不一定是降 没有从上面来的 就是来 他会来 然后他怎么样 他是meta 是with 不是on 所以他不是on cloud 是with cloud 那就是he comes with cloud 应该是换成他半云而来 好 那再来问题是 云是什么 是天上飘的那一朵白云吗 那看起来很可爱 那飘飘的回来吗 还是不是很可怕 到底是什么 那圣经讲云 旧约开始讲云是讲到是上帝显现的时候的荣耀 是用云 你知道第一次上帝显现是在灰幕 摩西把灰幕弄好了以后 上帝降临 整个灰幕就被一朵 很亮的云包起来 那个云是 不是白色的 不是黑色的 是黄金的 是亮 很亮 亮到你眼睛不敢看 好 我们看这个圣经是这样讲 出外集记40章34节 云彩遮盖灰幕 耶和法的荣光充满照目 所以充满照目的是耶和法的荣光 不过他的描述看起来就像云一样的 看不见 你知道吗 太亮了 你看起来就好像好像你在雾里面 看东西看不清楚 那是亮光 不是白色的 也不是黑色的 好 记得耶稣带他的三个学生到山上 第一次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 圣经的描述是 有一朵很亮的云 你来看 这个就位这个叫Sekina 就是上帝的荣耀 但是用云来表示荣耀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 有没有注意看到 这个云彩是光明 在这里面上帝讲话 所以上帝的荣耀 换句话讲 耶稣再来的时候 是带着他原来有的那个整个的荣耀来 他是用云 所以不是白云 不是一朵云 是很亮很亮的那个荣耀 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来看呢 我试着 找一张图来看的话 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很亮很亮的当中 耶稣来 好 如果耶稣来的时候是很亮很亮 非常亮 好像几万热光 好像几万烛光那个很亮的时候 一个结果就是所有的人 只要有眼睛都会看到 大家讲对吗 那个闪电 不管在哪里闪电 只要你有眼睛 你都看到那个闪电 因为它很亮 在黑暗的天空当中 它就闪过去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耶稣再来的话 你信不信耶稣都没有关系 除非你是瞎子 你就看不到 只要有眼睛 就看得到 所以圣经第二句话 他说他架云降 你记得云不是一朵白白白白的 是亮 那个亮是眼睛都看到 所以圣经讲的第二句话 就是说 看哪 重目 有没有看到 眼睛 重就是所有 所有的眼睛 所以不在乎你是不是基督徒 只要你是人 只要你那个时候有眼睛 你一定会看到那个闪电 耶稣来就是那么亮 都要看到 他做掉一句话 连刺他的人 也要看见 待会儿就要讲 是谁是刺他的人 那么这世界就分两种人 一种是刺他的人 一种是没有刺他的人 加起来就是全部的人 不管是刺他的人 没有刺他的人 都会看见他 这是第二个反应 所以只要眼睛都会看到 耶稣自己说的 说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人子 荣耀的驾云降临 所以是这个是荣耀的云 然后 撒加利亚书很特别的 撒加利亚书说 他们要仰望我 就是要看见我 抬头看见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这个就是刺他的人 刺他的人 在撒加利亚有讲到 所以记得这一点 全是这分两种人 一种是没有刺他的人 一种是刺他的人 都会看见 所以他说 所有的你看 连刺他的人 也要看见 那个是在讲什么 跟我有关吗 我没有刺他 还是我有刺他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把刺他的人 特别提出来讲 我想是有意思的 第一个我要讲是众目 这是普世的 全世界都会看到 好 当你 看见很亮 知道耶稣要来的时候 大家的反应 不是开怀大笑 是抱头痛哭 这是圣经讲的第三个 大家的反应很特别的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他哀哭 这不是很奇怪吗 耶稣再来了 你在哭什么 为什么要哭 有几种哭法呢 他说万族都要爱哭 地上的万族 不是要看见 而且要哀哭 连吃他的人也会哭 所以说 他们所杂的人 为有哀哭 为有愁苦 那这两种哭 是一种哭法 还是两种哭法 这个我们可以 等一下可以详细的来讲 所以 我们知道 耶稣再来 根据圣经的描述 第一个是 他是荣耀的 第二个是 大家都看得到 第三个是 看到的反应是哀哭 约翰说好 赶快来 这是约翰的反应 约翰是阿门 约翰看到 这样的一个描述 他跟耶稣说 圣经在哪 这话是真实的 我觉得中文翻得实在不好 这话是真实的 就是希腊文的阿门 那后面是希伯拉文的阿门 所以约翰是用希腊文讲一遍 怕你听不懂 再用希伯拉文讲一遍 好像说 赞啦 赫啦 老啦 反正就是怕你听不懂 我就用各种话让你听懂 我就是说很棒 意思就是这样 那奈 阿门 这个阿门 就是希伯拉文的花音 奈 是希腊文的花音 所以他用当时的语言 用他们奴语 就是 等于用这语言 是阿门阿门 就是在哪 可是翻译 这是真实的 就把那个加强语气 化掉了 我是觉得很可惜 他应该翻译阿门阿门 然后前面说 这个是希腊文的花音 后面说希伯拉文的花音 这样可能就 大家都了解 所以约翰是 但是双重的同意说 主啊 你来 虽然他们会哭 你还是来 我同意你来 这是约翰的反应 在 启示录十六章七一节说 是啊 义灾啊 成灾啊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到最后 启示录二十二章 最后一章 这个是了就是哪里 这个阿门就是阿门 所以 主耶稣啊 是啊 来啊 我同意 请你快来 所以阿门阿门 这是约翰的回应 好 那当约翰说阿门的时候 耶稣接下来讲一句话 说 I'm Alpha I'm Omega 另外希腊文就知道 Alpha是什么 第一个字母 Omega是最后一个字母 那这是什么 他在讲什么 他说我是起初 我是末了 我是先 我是后 在讲什么 那是什么意思呢 好 所以耶稣讲的第一句话 我是Alpha 我是Omega 就是希腊文的A跟Z 英文就是A嘛 那最后一个字母是Z Zibra的Z 就是我是A 我是Z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A跟Z 那没有VC吗 他只是A跟Z吗 还是VCD都包在里面呢 A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语法 这个叫Malism Alpha Omega Alpha Omega 他反弄的讲 Malism是一个很特别的 文学的表达方法 他为了要描述一个状况 他就取代表这个状况的一个情况 跟他相对的一个情况 来包含全部 我要举例你们在听懂 我在讲什么 第一个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 起初 上帝创造什么 天地 好 天地就是Malism 天是最高的存在 地是最低的存在 其实是天地 以及天地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上一章 天地就代表一切 这样懂我意思吗 虽然他只有用两个字 没有说天地牛马人 这不必讲的 反正天跟地就把你通包了 好像括号 这边一个括号 就是这个叫Malism 文学上用这种方法来表达 看一夸全部 这是天地 第二个 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 这个人就是 他会想耶和华的律法 什么 昼夜什么 好 昼夜也是Malism 不是只有中午12点想 还有晚上12点想 7点想 下午5点想 什么的 昼夜代表24小时 这样讲对吗 不是说最亮的那个时候才是昼 最黑的时候才叫A 绝对不是这样 他用两个对比的代表整天 等于不是7-11 应该是24小时 就是什么时候都在想耶和华的律法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面 用昼夜两个对比的来把 所以全部的时间都包了 就用天地把全部的宇宙都包了 好 耶稣基督曾经在圣殿的时候 有人抓一个现行犯 就是一个女人 跟人家发生不正常性关系 就抓来 要把他尸头打死 然后一直逼耶稣说 你说该不该打 然后耶稣就不回答 他们就很生气 就一直逼他 然后耶稣被他逼急了 就站起来说 好啦 没有罪的先打 哇 这一下厉害了 所以我拿尸头的就看来看 看水要先打 只要有人先打 我就可以打 因为只有那个人没有罪 我没有人敢先打 可是大家僵在那边不是办法 是不是怎么受 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离开 请问中年人留下来吗 不会啦 他说从老到少 就是说人中间也跑了 到最后剩下耶稣一个嘛 所以老少也是代表全部的人 所以这里有给你们三个 marism 就是天地周月老少 在这里alpha omega 那是什么意思啊 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 跟希腊文的所有最后的字母 代表所有希腊的文学都被他包了 这样懂吗 好像A到Z就把所有英文都包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没有一个英文可以逃出A到Z以外 因为它是所有的英文的根本嘛 所以 alpha跟Omega代表的是 所有当时希腊知道的智慧 Wism 所以意思就是说 所有天地的知识 包括宇宙结束的知识 耶稣说 我都知道 所以这个alpha omega 不是宇宙的开始宇宙的结束 是所有的知识 真理 只有耶稣知道 我们看哥罗西斯 我们一起来念 来 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所积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所以这个描述就是这个alpha omega 这样了解吗 智慧知识奥秘 什么奥秘 就是宇宙怎么结束 上帝心里面决定把这个世界做一个结束 那些知识 耶稣说 我都知道 因为我是知识的全部 我是alpha 我是omega 因为当时都是用希腊文来表示所有的知识 所以这是表示耶稣是最知道 所以当我说 我会再来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们要了解 万里千差公共 我是内行人 我知道所有的细节 所以你们听的 我是讲的是真知道讲的 不是猜一猜的 不是随便讲的 所以他是 only sense 所以 所以 当 圣经说 我来 我会让荣耀中来 你们会看见我 而且你们会哀哭 这些细节 你们不要担心 我不会讲错 一定是这样 因为我什么都知道 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他说我不止什么都知道 我什么都看到 他说我是习在 今在 永在 那那个意思就是说 无所不在 这样两句话 宇宙开始的时候 我在那里 你们现在我也在这里 将来的时候 我也在那里 所以所有的事情 我都在场 我都看到 没有一个时空 是在我以外的 所以我不只是知道 我还看到 我看到整个一切 所以他的completion 这些是全部的 习在今在 以后永在 耶稣跟他的学生说 如果你们好好听我的话 我就跟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就是什么时间他都在 还有他降下 还要升上 充满万有 什么空间他都在 所以所有的宇宙 他都在那边 这个 英文叫 Omnipresence 耶稣是无所不在 所以没有一个意外 没有一个情况 他会不了解 他所有的细节都知道 他所有的处境 他都在那里 好吧 就算你聪明 你什么都知道 你什么都看到 你敢有办法处理 你敢有够难 比如说 爸爸很聪明 他的儿子在想什么 他都知道 对不对 儿子去哪边 他也都在哪边知道 可是儿子不听话 他没办法 所以只要你没有够难 你知道有什么用 你在有什么用 你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意思是说不要担心 我可以控制一切 我有所有的力量 所以他最后一句话是说 I am the almighty 他用这三个描述他自己 耶稣是全能者 天上地下 全柄都给我了 用我的全能来拖住万能 所以一切都在 我照得住 你们不要担心 所以这个 omnipotence 那我们就知道 代表上帝的 耶稣都拿来他 描述他自己 他说 I am omniscience I am omnipresence I am omnipotence I am omnipotence 我什么都知道 我什么都看到 我什么都有办法处理 所以当我说 宇宙会这样结束的时候 你们安心的相信我 一定会这样 I am in full control 我全部掌控在里面 这是耶稣回答 约翰的 好 如果说耶稣来的话 是这样 他带着荣耀来 大家都看到 大家都哭 然后耶稣说 阿门阿门 然后耶稣说 我所讲的话 你可以安心 因为我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 你知道这件事情 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不是在华省六楼 是在巴摩海岛 你想一想 一个牧师 九十几岁的牧师 一直要这样 劝人家信耶稣 结果被 被罗马政府的警察抓起来 把他放到巴摩海岛 那个是 关政治犯的地方 对他 对耶稣来讲 就说 这样去啊 我不能再 讲耶稣了 对不对 我还能替耶稣做什么事情 这完了啦 大概在这边等死了嘛 他们绝对没有想到 他是在那个地方 对全世界讲 世界怎么结束的话 所以 最伟大的启示 是在最悲惨的处境下面 来 启示给他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接上去 约翰就描述说 其实我知道这些东西 是在巴摩海岛 是根本没有办法跟教会接触 被顾虑起来的情况下 上帝居然 让我看见 世界怎么结束 所以约翰的处境 是很黑漆一片 所以我找来找去 只有找到这张 是黑漆一片的 然后 约翰在这边 所有的画家都把约翰 那个集图画得很亮 画得很 太美了 只有这张我绝对 有把约翰的悲哀的处境 表达出来 他怎么说 他说 上帝让我看见这个 不是因为我是使徒 约翰 不是因为我是教会的牧师 不是 我只是你们的弟兄 他是 as a brother 我是一个普通的 跟你们一样的弟兄 你知道当时 除了他以外 教会也是受那个 叫做Dominion 当时的罗马皇帝 是尼诺皇帝 以后的一个皇帝 打大的逼迫 把基督抓去关啊 抓去打啊 抓去杀 大家很痛苦的时候 约翰从巴摩海岛写信 跟他们说 我也一样 我跟你们一样 可是上帝给我看见 他会来结束这个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上帝会处理 是这样来鼓励他们 好 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 我们有两种意思 第一种意思是 只要是上帝创造的 都是弟兄 这个用中文来讲 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 只要是人 我们都是弟兄 这是第一个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 大家都是 我们有同一个天父 第二个是 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 他是我们的夫子 我们是弟兄 这是教会的弟兄姊妹 都是弟兄 所以弟兄有两层意义 这个更广 这个比较小 可是这个关系比较深 我们不只是都是上帝创造 我们也都是耶稣救赎 我们都认罪 让耶稣来救赎我们 所以我们的弟兄 应该叫做弟兄弟兄 大家知道吗 应该是double弟兄 我们彼此的关系 除了同是上帝所创造的人 我们又是耶稣所救赎的罪人 我们大家都同意 所以 约翰我想有这两个意思 我是你们的弟兄 我是跟你们一起 做 做那个基督徒很可怜 是在患难国度忍耐 没有什么糖果好吃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忍耐有分 他描述的是这三个 所以当时的教会处境是很悲哀的 患难就是为主受苦 suffering 国度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顺服神的旨意 submission 还要忍耐 就是致死坚持 state fast 在这样的处境下面 他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处境 他是因为这个信传福音的关系 好 接下来 一同有分 所以这个翻得很好 这个字的希腊文 是sunkoinonos sunkoinonos sunkoinonos在保罗用过 他说我传福音 就是为了与你同德福音的好处 那里用的是这个字 我在讲道的时候 曾经讲过 那个中午翻得不好 因为 这个好处好像是糖果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 我们小时候教会为了让人家 就是说你来我就给你卡片 你来我就给你糖果 我给你面粉 这个叫好处 这个翻得好处 其实不是好处 他是说在福音里面 我们是一伙的 所以我就翻得好 因为这里面没有好处 患难忍耐 这个有什么好处 那他就不翻得好 其实 重点不在好处 重点是我们有份 我们一起受苦 我们为了主 一起来受苦 所以 我觉得应该这样翻 应该是同受福音的伙伴 We are partner We are partner 我们是一起在这里面 一起有份的 这是约翰的描述 那 如果你立志有份的话 你就会受逼迫 有一些人还会被杀掉 今天在台湾大概很少 为了信耶稣 这样的不多 但是在全世界还有很多地方 是属于这样的 就是信基督教不是都是好处 也有坏处 有逼迫 有患难 约翰是对那些人给他们鼓励 好 约翰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做见证 所以他被流放 为神的道 为给耶稣做见证 就被 放到巴摩海岛 保罗 为做见证 被关到牢里面去 为了做见证 然后 启示录说 在祭坛校园 不只被关 还有被杀 所以这些 就是 约翰看到启示录的背景 是在患难中看到的 最后我要讲属灵的功课 先问你们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没有闪电 有没有打雷 没有 那人家怎么知道耶稣来 天上看到什么 看到一颗星 几个人看到 全世界人看到吗 我不知道三个还是几个 木曜人看到天使 星星是那个会研究星星的人 再看 这是东方 有人说三个 有人说四个 Anyway 就是有几个 不多 只有那些人 看 看懂 然后就跟着那个星星一直找 结果他们还找错地方 找到叙利王宫 以为说国王将生应该在王宫 结果叙利王宫 结果叙利王宫 那是什么 后来他好像不对 耶稣是生在马朝里 所以才到伯利很久 但是耶稣第一次降生是很特别的 圣诞节你都演这个故事 对不对 那他们找错地方 他们生下来就有 太人的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 特来拜他 所以是一颗星星 而且那个晚上没有什么声音 我们的歌叫做 silent night 静静的 只有愿意的 肯跟的 他有根据这个信心 会找到耶稣那里去 对不对 没有全世界都去 没有 只有少数 还有几个牧羊人 很少 半夜 安静的 这是耶稣第一次来 可是第二次来不一样 第二次来 只要有眼睛的 有耳朵的 都会听到 都会看到 而且会哭 所以完全不一样 耶稣第一次降生 是一个baby 妈妈帮他换尿布 还要喂奶 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 第二次来是大人 荣耀 骑着白马 在荣耀里面降 所以完全不一样的处境 这是一颗明星 带领几个博士 到柏林来找他 第二次来 是这样的 你一定 一定知道 你信不信耶稣 都无所谓 所以说我不信耶稣 我就看不到闪电 我听不到雷达 一定会 你全世界都知道 他说闪电 从东边划出 遭到西边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他在他的荣耀中降临 而且一道闪电 耶稣还说 我第一次来 好像一个撒种的 很温柔 咯咯咯咯的 把福音撒给你们 你们要接受不接受 都没有关系 你们要玩 要混 要认真 也都可以 他好像麻吉一样 什么都好 第二次来就不一样 第二次来就是要收割 收割就会分 第一次不分 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是差很多的 一个是sower 一个是ripper sower是把种子放到土地里面去 ripper是把长起来的东西 用镰刀割起来 那割起来以后 农夫不会那么笨 把割起来都拿回家 他会用红垢 你知道抽坑吗 看起来像稻子 可是里面没有东西的 就把它吹走 放到火炉里面烧掉 他只会把真材实料的 才收到仓库 这个是农夫很简单 他不可能什么好的坏的都收回去 可是在种的时候 他没有去弄 他让它长 所以要注意 耶稣来的时候 你在和平就混不下去 这样懂吗 你们这句有听进去 你继续混没关系 可是耶稣来以前不要再混了 因为他会分的 我们来念 自己念 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败子掏出来 用火混烧 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那这样就很清楚了 第一次来 他撒好种 第二次来 他要收割庄稼 第一次来 他宽容 败子卖子 他不分一起长 第二次来 他就分开 分别处理 第一次来 他我们看到的是 慈爱跟恩典 第二次来看到的是公义跟审判 所谓审判 就是喝人拍人要分清楚 那我们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耶稣第一次来不分 为什么等到第二次再分 因为我猜 有些败子不小心就变成麦子 我看到不少这样 真的 很多人来教会是为了追小姐 我讲是真的 就是说因为 姊妹很漂亮 可是她礼拜天都去做礼拜 所以要追她的人 要看她 只有去教会 别的地方找不到她 所以那个男孩子就乖乖的来教会 人家站起来就站起来 坐下就坐下 奉献也放一点钱 就这样 因为你为了一直看那个小姐 牧师讲道多少也听进去一点嘛 歪打正着 后来败子变麦子有 还不少 后来比太太还热心的也有 我想耶稣是期待这样 她先不分 你来教会是动机怎么样 不管 只要你肯来 总有机会吧 只要有几个败子变麦子 耶稣说这样我很高兴啊 她的目的在这里 可是不会一直让你这样下去的 她总有一天会分 她说我来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就会分 这个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就要问自己说 我来和平教会是混的还是完真的 就会自己自己问自己 那最好她第二次来以前你完真的 不要来的时候你还在混 那你就被分成那个臭坑了你就糟糕了 不然我每天都去教会 我都做礼拜也有奉献 怎么变成臭坑呢 你的生命真的有耶稣的爱在里面 有让你起变化吗 刚才我们的姊妹周见证说 我感觉我有变化 你有吗 如果你有 你就是死了 你知道吗 最近我上洗礼班 有差不多十几个人来听课 有十几个人来陪她 我很高兴 就跟他们讲说 为什么要洗礼 就是我的生命要改变 有改变 你就是真的 没有改变 只有唯一改变 就是礼拜天来做礼拜 这是唯一的改变的话 那你就是混的 你是在玩礼拜堂 因为你有来礼拜没有礼拜 你生活都一样 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分 一定会分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不会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天堂去 我会分的 如果你是混的 我会把你弄出来 我会把你找出来 所以至少我们 至少这个礼拜你要这个听进去 那你要混没关系 慢慢混 但是要聪明一点 不要他来的时候你还在混 这个你自己要搞清楚 好 再来一个 这个更重要 刚才不是讲说吗 刺他的人也要看他 诶 谁赐他 耶稣定死的时候谁赐他 谁 啊 应该只有一个倒霉的吧 应该就是这个吧 应该只有一个吧 那个人赐他 为什么赐他 他是那天值班的那个厌尸官嘛 你知道厌尸官吗 就是法官啊 那个什么法医啊 因为十字架齁 是很残忍的 枪毙是比较客气 打针最客气 枪毙一枪毙命 对不对 可是十字架也不是吊死 吊死 也是死走了 十字架是把你吊在那儿 慢慢死了 他没有马上死 啊 吊到你没有力量的时候 你手被绑在上面 你身体吊下来以后 你这个肌肉就把脖子 自己把肌肉掐死了 这样懂吗 那个死得很痛苦 没气啦 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有力量的嘛 他身体有重量 然后 手被绑在上面 全身就往下掉 那你这个脖子这里啊 这个往上拉 这个往下掉 就 人不甘 不甘恨自喜而始 所以人的脚会说 吐你知道什么 会撑啊 快要没气的时候就撑一下 然后再吸两口气 然后就再撑在那边 所以他们有最后的验尸官 挂了很久 不知道他有没有死 如果发现他还在动 可是 时间太久了 他们就一个棍子 就把那个腿打断 小腿一打断 就撑不了了 你知道吗 你要撑 夸得回家 不久就死了 所以很多当时 现在去考古学挖到了 被十字架吊死的 腿都断掉 因为那个强盗都很壮 吊半天不死嘛 就在那边撑撑撑 打断 就死了 可是耶稣已经死了 可是那个检察的 怕他假死啊 看他来打他的腿 他就 他没有死的话 放就放下来 他就爬走的话 这是不得了 因为他还一眼说 他会护活啊 所以那个艳势官很聪明啊 心脏刺他一向啊 如果你是装死了 一次就会 就会跳起来啊 就刺下去没有反应 而且流出来的是 血跟水 心脏还在跳的时候 流出来的只有血 知道吗 只有心脏都不动了 你去抽过血吗 放了一个小时以后 就分出来了 下面是血 上面是水 那个叫血精啊 你听过吗 所以当那个罗马兵很聪明啊 一次 发现流出来 有血 也有水 代表这个心脏已经停了 不急了 知道吗 所以耶稣是全尸 他的腿没有被打断 不必打断 死定 所以那个人啊 那个吃他人 并不是要欺负他 或是要让他受伤 他只是没有办法 那天他值班嘛 他确定他是死的 所以就 捅他一下 所以圣经是在讲这个人吗 那全世界就一个嘛 这只有他吃他吗 不是 还有别人 不是吃他的这里 吃他的哪里 吃他的手 有没有 你要把他钉十字架 用钉子啊 再跟你讲一下 钉这里是不对 那个土是不对的 因为钉这里呢 会撕裂 有人就去使用 把尸体用钉子 钉的 把它举起来 就掉下来 挂不住 正确的是在这边 他们都研究过 因为这里有很多箭 才挂得住 你知道吗 那个都研究过 就是解剖上 要一个人 尸体可以挂在上面 需要钉在什么地方 钉子 所以绝对不是只有厌尸官 还有那个 钉右手的 钉左手的 还有钉脚的 所以大概有三四个罗马兵法 还有还有一个 在审判他的时候 为了侮辱他 把他的额头刺伤 用刺 编一个帽子 给他戴上去 有没有 所以刺他的 应该有几个吧 不应该一个 对不对 这里一个 这个可能几个 这个可能几个 手脚 可是记得 罗马兵 他是执行 他是警察 他没有把他定罪 让耶稣被定死的 其实不是罗马人 是谁 犹太人 瓦利赛人 对不对 他们去诬告他嘛 所以有人说 刺他的是犹太人 可是你知道吗 以赛亚说 不是 刺他的是所有犯罪的人 我们一起来念 来 哪知 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 为我们的罪内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所以你知道 刺他的人是你吗 是你的罪 让他受伤吗 还是你是属于 没有刺他的 跟你无关 记得那首黑人铃歌吗 你在场吗 是你把他刺伤 还是不是 这两天 在上洗礼班的时候 就说 如果你确实相信 是因为你的罪 让耶稣基督被吊在十字架上 你会哭 是因为我的罪 不是为别人 不是罗马人 不是我 你会哭 如果你认为 耶稣的死跟你无关 不是我刺伤他 你就是没有罪的 因为他是为我们的罪被刺伤 你就不会哭 你什么时候哭 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你就哭 耶稣来的时候 就是要审判你的罪 所以 这句话是轻松带过去 我是觉得是很严肃的一句话 所有的人 眼睛都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 刺他的人 先哭了 所以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已经得到赦罪的恩典 不必再哭 以为自己跟耶稣没有关系的 自己都很好的 没有罪的人 他不会哭 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就被显出来 其实他是有罪的 只是他不自知 我是不成分而已 他就会大哭 我讲过 耶稣丢下来的时候 你躲不掉 你信不信他没有关系 因为闪电 全世界都照到 他会恩 他会处理的 所以 这个很好玩 撒加利亚我再给你们看长一点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 交贯大卫加一路上居民 他们仰望我 他们手砸的 为我哀哭 如上 如上独生子 又为我愁苦 好像上长子 所以这个时候的哀哭是 施恩叫人恳求的灵 所以当你 觉得 把耶稣砸的 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先在主的面前 先哭 那个哭 我认为是 因为主 因为爱我 受刺伤 我会悔改 我会信主 当我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 当耶稣第二次再来 我的罪已经被赦免 主已经帮我赦免 我就不必哭了 我可以安然的预备迎接主来 可是如果你第一次没有哭的 第二次你要哭 因为你自己要承担你的罪 因为你没有在主的面前 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很多女人为耶稣哭的时候 耶稣讲一句很奇怪的话 耶稣说 不要只为自己哭 你还要为自己 跟自己的儿女哭 因为那些 这个时候不哭的人 将来会大哭 人要像大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像小山舟遮盖我们 这个是耶稣在来的时候 很多人想要躲起来 不要被耶稣看到 盼盼能够逃过 最后的审判 可是耶稣说 你逃不掉了 所以这里有两个哭 一个是吃他的人 一个是没有吃他的人 他们哭的意义不一样 他们后来的处境也不同 因为再来的时候 第一次来 因为爱我们受刺伤 第二次来 他是公义 他要施行审判 我们的哭是害怕自己 会受苦而哭 这是因为耶稣为我受苦 我哭 所以两种哭 意义很不一样的 最后一个功课是 当我们处境很不好 特别是自己又做错事情 或是看起来是没有机会的时候 不要放弃 也许神在这个时候 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启示 约翰就是这样子 他在把某孤岛领受最大的启示 他为神的道 为给耶稣做见证 被关在岛上 结果在主日的时候 被圣灵感动 就 启示就来了 圣经有好几个这样的仆人 第一个是摩西 摩西年轻的时候大发热心 然后为了救以色列人 杀了一个埃及人 被警察要通缉 他就逃命 逃到山上 花了四十年牧养 到八十岁想说 大概这一生没有什么搞头的时候 上帝就提示他说 我要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 所以出埃及是这个时候开始 是摩西在几乎不可能躲到荒郊以外 在躲警察的情况下 结果上帝给他启示 以利亚被那个皇后威胁 然后吓得要死逃命 跑到山洞里面躲在那边 以为这一下完蛋了 全以色列剩下他一个 人家还要杀他 上帝让他在山洞里面 跟他启示说 没有 我还有七千个 然后你放心回去 你要把事情交代 要传承下去 所以以利亚是在最失败 最气馁的时候 上帝给他一个更新 给他一个传承 以西节 他是被盧 圣殿被烧 国家被王国 被抓去做王国奴 在抓去的那个河边 他想这一下完蛋了 结果上帝在那边给他看到 最妙的启示 神的末世的荣耀 给以西节看到 是在他被抓去的加巴鲁河边 看到的很特别 看到有点像龟碟的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 就是这样 轮子里面有轮子 话都话不清楚 神最荣耀的启示 是在被盧 在外国 在看起来圣殿都没有的情况下 他得到启示 所以我们不要气馁 有时候我们的处境 就像这几个人一样 可是你不晓得 神有时候在那里 会给你很多的恩典 约翰在这里提到 我们做partner 做福音的伙伴 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 我们都是brother 第二个 我们brother会一起受苦 在苦难中 不对捆绑 继续努力往前走 第三个 我们愿意继续把福音传给别人 就算护代价也没有关系 这是约翰的三个大的启示 我们低头祷告 主你说你必快来 约翰说阿们 乃 主啊 我们心里敢这样说吗 我们预备好了吗 我们有把耶稣基督的爱 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了吗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真的能够 从心里面向你说 Nai 阿们 马拉纳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